对于柯恩特朗,或许许多黄马球迷非常熟悉,前段时间关于他的消息在国内外媒体中似乎已经销声捏迹,球迷还趁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5月20日,代表葡萄牙体育在葡萄牙杯决赛中队正阿雷斯队的比赛中, 对于这位金霸汉奖球迷们记忆犹新,此前有两个月没有更新过个人社交平台,一度让外界所遗忘,众所周知,八年前黄马以3000万欧转会费将柯恩特朗买下,一度创造了后卫球员的顶级身价,加盲后也成为了黄马主力,不过好景不长,随着柯恩特朗的状态下滑, 再加上之前代斯伊罗抽烟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黄马阵容逐渐年轻化,柯恩特朗在黄马阵中彻底失去了位置,甚至沦落到抢西租业的地位, 而相比自己的新日的好兄弟斯伊罗,依然保持强劲的状态,年近30岁的柯恩特朗确实有点可惜,而事实上,在祖坛销声许久的柯恩特朗,一直与黄马还有合同在身, 据悉,当初黄马很慷慨,直接与七叙运到2019年下,随后被长期租借,直到今日黄马官宣,作为菲罗的好兄弟,也是国家对新日战友,也终于离开了黄马。